这个强力是强 这个是下酒是吧 这是刺身 所以新乡第一人乌曼达 又到了中年老baby小卓的时间 今儿来一哥们朋友的店就在长安门幽堂 虽然认识 但咱们评价必须得公平公正且公开 那今晚也是想玩一下 谁也不爱电名叫 新泽家 咱们今晚第一杯高级整个三宝乐 干杯啊 大家 黄狮鱼和三文鱼 鱼南 尝一口黄狮鱼是吴妈的最爱 切的可以 就够厚 它从那个什么地方走 不够 黄狮鱼做得很好 而且它这肉非常非常绵密 鲜绵密 厚Q弹的那种口感 它这刺身比较特别 是卷着萝卜丝一块吃 香烟也没毛病 入口即化 煮烧的火曼 饭条啊这是 可吃饭了 应该是火曼吧 它不像那种冷冻的一进嘴里面 就跟棉花似的 这个是特别有嚼劲 肉质非常紧实 这个正经是上面招牌上的 确实是正规的 牛油果 温泉袋 这温泉袋有点黏果啊 芝麻味然后跟醋汁的那种融合的感觉 白烧鰂鱼也是半条 大哥说这必须得蘸酱油和芥嘛 这个上面撒 撒了好多山牛粉 刚才还是觉得普超的好吃一点 大虾天芙罗 一二三四五 一共五只啊 萝卜泥 姜泥啊 诶 拓动一下 谁跟粉丝吃 我不就是粉丝的吗 来 满吗 哦 脆 真够脆 今晚第二杯 嗨吧 还比较最近 啊 虽然那天芙罗不是那种特别醋的啊 但是它里边的虾还是挺满的 它不是那种糊弄人的 里边的虾特别小 然后外边裹着那么厚的面衣 味道还是可以的 很Q的 半生牛肉 配着蒜片跟洋葱丝吃 按北京烤鸭吃 选的吃 牛肉炙烤过来味还挺香的 黑胡椒特别多 下酒神器 嗯 多馅鱼也像六馅鱼 如果直接浇酱油的话会有点咸 所以大家把酱油浇在这个萝卜泥上 柠檬从皮这边挤 这样的话柠檬的味会更香 这才是中年男子应该的下酒神器 后期牛舌先炖完以后再煎的 他们的对舌没有抵抗力 没有抵抗力 必须的 一口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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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的是入口即化 炖煮过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软 你宝贝这个真的很好 说实话下功夫 作为蒜泥汁跟黑胡椒这个汁还是可以的 千层猪排 上等的五花肉 一层一层结佳的 这是你点的菜 真是下巴 好了 其实我想你多说点 但是人家那海豹啊 海豹有点浓 海豹有点浓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的感觉 就是人家下功夫了之后 你能体会到 咱们今天点的没有一个是半成品的 当然他们家有半成品啊 不是说没有 大家挑的话 还是能点到很多不是半成品的 用新的料理的 没怎么评价 我尝尝 这再来点黄芥末的话 真的太好吃了 首先它是外焦里面 特别酥脆 里边的肉很juicy 极字 完了呀 极字完了啊 OK 猪排蘸黄芥末蘸猪排酱 底下蘸那个 对对对 底下蘸那个 然后一口吃了 对这就是正宗的日式吃法 寿司拼盘 这个强力挺重 这个是下卷 是吧 这是刺身 大家感觉一下这脆不脆啊 这个海鸡真的超级浓郁 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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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寿司每一罐 上面的鱼肉都挺大挺到位的 但是我还是 我觉得你是比较喜欢蝴蝶的人 butterfly 这个才有点 哎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真正的这个好蝴蝶 对 我这指尖是准备好了 非常多 点赞吧 大家点赞吧 我这都能闻闻见节目的味儿 其实我认为主要是降温然后口感对口感提升吧 你看正规的 太嫩了赶紧吃吧 他这个在你面前一坐啊 整个这个房间里边就都是这种牛肉的香味 跟哥们喝酒永远都是很开心的啊 今天这家店不错 他们家菜品特别多 可以说是全菜品的日料 东宇多当然也有半成品 我觉得来他们家的话 大家可以挑着点点一些自己制作的还是很不错的 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 比如说后千牛蛇 土烤的鲁鱼等等吧 那就是这样吧 关注我们的真实餐店 有效必可 我们下期见啊 拜拜